香蕉的問題不是零和遊戲的問題而已 我們在問題裡面有打群家的 我怎麼要把這些農民摳在一起 摳在一起之後形成一個拳頭才有力量 在跟日本談就是談到說 你們買台灣香蕉的價值 就是口感跟香味 現在我們只能樹久它 可是這一年來 其實這個利基點會一直退一直退 因為日本市場他們慢慢被便宜的香蕉吃習慣了之後 你說我的香蕉比較好吃 它的香蕉比較不好吃 20度跟持久度有差嗎 不比你就沒差就是甜 整個大環境之下我覺得台膠 它還是要跟上時代的競爭力 不能一直用我們只有地形的優勢 像這個 我說的點就像這個點 你在踩車的時候它是不是會把它搓上去 一搓上去這些斑點就會跑出來 插壓點插壓點就出來了 這一串香蕉 含果軸大概有35公斤 那你35公斤你靠人的力量 怎麼會可以要求工人說完全沒有差壓點 這位 說要搓上去 我說搓上去 我搓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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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要去日本給老闆吃 這檢疫就不會過了 那跟黃檢疫就不會過了 這些產品它還是以內銷為主 所以價格還是起伏還是比較大一點 外銷如果一樣拿這裡的產區 我們要先去它的田區做生產調查 就是你這個園區要先去做公國園的審核 如果你編列之後 我們要出貨之前 我們要先去驗藥 如果你很符合外銷的那個農藥殘留 沒有那個殘留 老闆這樣不會好 老闆就不會好 不是你不會好而已 老闆就不會好 可是今年四月份的時候 那時候香蕉產地就漲到40塊 那你40塊你賣內銷賣外銷 當然農民他是最喜歡 就是誰高叫賣給誰 外銷貿易商那不會 那一個日本 他不會聽你講這一些嘛 你就是跟我簽量簽價 你就是要照合約走 所以我們就要維持 為什麼要自己種植一些某一些香蕉 這一車就是剛才我們從那邊運送回來 所以我們運送回來就要馬上 我們這裡的褲 這邊大部分都是親家的育能庫 它可以讓採收後的香蕉品質穩定 讓它在這個休眠狀態 效率地去控制我們這些貨源 這一套是全食的露營 它從小一直到中、大、開花 這個套袋我就不套了 讓它從香蕉這樣慢慢變起來 其實這一個它是在紀錄 紀錄就是要把香蕉數位標準化 香蕉生長裡面有一些 以前我知道只有眼睛看到 可是沒有那個量化數字的 因為你越精準之後 你投資下去 你損耗就少 你不斷地去看 我的農戶裡面 它的水分長長不夠 我告訴我 我告訴大家 你是在中南灣 你是說沒有在營煮嗎 有啊 我找營煮嗎 你不要亂吃 你營不夠 你今天又去營 我告訴你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在這邊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在這裡 幫助它的產量變多 它就願意升級 它就願意聽我們去買 比較好的採收器具 它願意聽我們去指導它 說什麼時候 種什麼時候採收 什麼時候 你那些香蕉 拿來讓我去做外銷 今天我們要怎麼攻擊到國際市場 就是因為台灣就是小 誰能慢慢組成這一些 形成力量 這就是能幫助生產者 賺錢的一個方式 我就是最大的生產者 我幫了我自己 又幫到別人 我又幫到產業 我何路不為